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港馬攻略 本地賽季也來到尾聲 很多事情都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但今集絕對不是做一個擁結 說一下一些人事的去向 對 沒錯 可能有些朋友早就知道 跑完今季後有兩位我們很熟悉的面孔都會離開賽場 一位是騎士蘇迪雄 另一位是電話師大摩 兩位分別是退休和掛休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談談這兩位人物 大家有什麼感想 給他們一些評價 這集都是我們兩個個人意見 如果大家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不要緊的 可以下一集 之前的集數可以在我們Youtube頻道找回 最重要是先給個讚和訂閱我們 沒錯 我們說這兩位人物都有一個特點 其實也是一個很懸殊的人物 可能贏很多頭馬大賽的列馬師 但另一位就好像是一個綁美掙扎 特別是這兩年特別慘了 我們先說一下慘的那個 蘇迪雄 滴滴仔 其實滴滴仔 如果你給我的印象 第一效的想到是什麼呢 只有三個字而已 就是黑仔王 為什麼是黑仔王呢 大家都知道滴滴仔為何這兩三年的成績會特別 可以叫做低迷呢 其實最大原因都是他的傷患影響得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近這三四年有沒有記錯 如果沒有記錯 是的 發生了兩次特別嚴重的堂馬意外 真的影響到他的好心 可以說是跟他師兄黎海榮一樣 差點騎馬 一隻就是軍用戰略 另一隻就是銀風神區 兩次堂馬都令到他的身體機能重創 都明白了因為這樣的事情 養傷就一定是最重要的 經常都說行船跑馬三分險 在這麼高危的運動裡面 他都受到這樣的傷 最重要是日武士先啦 之後他這一兩季都復出了 雖然不是說成績特別 就是標青 但是看到他又贏了馬 他都找回那種騎馬的感覺 還有他自己都說 其實他是很想去騎馬 看到他這樣其實都是讓他開心的 是的 作為一個運動員 他拆騎生涯有沒有十年 一定是超過十年了 超過超過 你喜歡這樣運動那麼久 叫他放下也不是不容易 看看會不會遲些幕後看到他 嗯 沒錯 因為其實沒有記錯 有不少騎士好像 掛了胸後都應該會轉為騎馬人 對啦 類似那些 會用第二個方式在這個圈裡繼續生存 嗯 沒錯 我對他的印象 真的比較少 因為我的資歷比阿寒更加淺 我不是看過很多年賣 不要這樣說 我對他最有印象 可能是非常非常 這場是 大家都 很注視的一場 令人真發官 他亦發揮得非常好 其實我相信他的能力是有的 但他也深知到 他自己資質沒有他兩位師兄那麼好 我沒有記錯他應該跟 梁家俊、楊明倫應該同期 對 沒錯 沒錯 他就知道 我曾經看過訪問 他知道他的資質沒有他們那麼好 其實他也一早 可能去計劃過 去想過 轉去做幕後 我相信對於他來說 是一個好的出路 可能他陣上又未必很厲害 頭碼數字未必很良麗 但是曾經有一個人 其實也很努力過 但是哎呀 很可惜 經常受傷 導致到最終 有 今天這個決定 是的 但是剛才阿威也有說過 他最有印象 是 就是 做就到我們有第一位的橫行軍 列馬士 沒錯 但是除了 除了競飛場之外 如果你問我 對阿滴滴滴最有印象深刻的那場賽事 應該說他的代表作 我就會選擇好先生 為什麼說好先生呢 因為他是 第一場 也是唯一一場的級制賽勝利 是的 就是2010年的精英碟 那一場就是group 3 大家都知道好先生就是他師傅的馬 其實他師傅阿賀亮 一直都很支持敵人仔 就算他最困難的時候 都給了很多馬去騎 好先生都給了一場group 其實還有那一場 都騎得挺好的 真心 好像剛才阿威這樣說 雖然他自己 知道他資質沒有同期的師兄弟那麼好 但是他勝在真的是 就是默默奸魂那種 他怎樣都給你看 是的 沒錯 所以起碼在他的拆騎生涯 十二三年 都算是有一場group 都算是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做騎師 未必每個人都有機會拿group 有些群人就已經走了 你講到這件事 我想起剛才跟他同期楊明倫 剛剛才拿了一場級制賽 他真是很幸運 先生系都給了很多支持他 沒錯 剛才阿威講到的先生系 其實有一件事大家都未必知道 除了第一 他唯一一場級制賽是先生系 提供之外 他升格做大師傅 那場頭馬 原來都是先生系的 就是Lex先生 幫他做到大師傅 所以 有時候 馬主角其實對騎師的支持 都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 這些就是我們 可不可以說是雪張送炭的 也可以叫作是 馬主對華人的支持 都很重要 有時候大家都知道 這些比較次一級騎師 發揮的話 不是不好 但是他們只要有一些 適當支持 他們都可以交出好成績 我相信 嗯 沒錯 滴滴仔這季都沒有記錯 是比較中段的時間才出版 季中打後才正式公佈有這樣的決定 當然他公佈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少少突然和覺得可惜 始終他一來年紀不太大 其實他的拆騎事業 到現在還是一個 以他的歲數來說 都是一個黃金的拼搏騎 但我想他一來做這個決定 都不容易 或者他可能是有考慮到 始終受了傷害 我想他最重要這裏 就是條命 最重要的是有句電影有句話 很經典 人沒事就行了 人有事就怎樣做世界冠軍 沒錯 所以我也明白他做這個決定 都是很艱難 但是沒辦法 可能有時候 其實某些事情 都是在最高峰 或者最亮眼的那個位置 退下來 反而某時候都是一個好事 即是急流勇怠 好像我們下一位 會說到的人物一樣 那下一位是哪位呢 其實也不知道多少屆冠軍 也不知道多少屆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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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數都數不到 那些數字都多到不知怎麼數 即是太傳奇了 即是我們香港賽馬史上 其中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對 為何這麼傳奇呢 其中一個就是 剛才阿威說的杯王 沒錯 多馬王在手 很多高分馬 隨手 隨手 都一大堆 如果是玩鬥港接龍的 應該玩到明早都玩不完 他那些高班馬接龍 真的全香港最多一定是他 但是其實 又有原因 當然他自己的賽馬家族 就非常之龐大 當然 無論他自己 他哥哥 還是他弟弟 他弟弟 是佐治摩 好像 佐治摩是兒子 佐治摩是兒子 即使他的兒子 也幫他在澳洲引入了不少馬 所以其實 某程度上 整個家族都對賽馬圈都影響很深 對香港賽馬圈 特別是 沒錯 兩代 可惜沒有第三代 暫時看不到 希望將來會有 應該也會 我不知道 有些事情很難說 真的 對吧 也是 其實這個馬房 出名很多好馬 大部份的馬 都是自購馬 PP PP 其實有些都跑了五六場 來香港 但他又可以把馬 再升華多一層 他的功力 究竟 你怎麼看他的功力 說真的 做得冠軍 怎麼也有能力 但是 例如你所說 他有多PP 在手 看他本身歷教 可能有些很出名的 真的有不少 是可能在外地已經 出了名才來的 比如說美女傳承 美女傳承 其實外地已經出了名 也跑到不少才來香港 但是真的 你想想 由四歲跑到現在都七歲 他的馬好像是越跑 那個成長曲線 好像是 人家正常應該是向下的 他是不斷向上的 他到現在還是一個 比較輝煌的時期 所以 有時都 不得不佩服他 他有這樣的能力 去捉到馬的功力這麼厲害 是啊 好馬就多數不完 但我有點想說 就是 其實他對馬匹 不是很不好 我旁觀者角度去看 有時覺得他的操練 對於馬匹來說 是很辣的 是啊 大家都很出名 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歡 將馬匹快跳三課 還有 那個訓練期是很密的 其實都有很多馬匹 都因此而受傷 這件事也是值得 讓我們去想想 也可能是一個成功的原因 我還沒練過馬匹 我還沒騎過馬匹 所以我就不知道 這是成功還是失敗的原因 但是他自己這套功夫 都可以令他在香港 可以壓立了這麼久 他絕對是應該有些了道 有幾個散手 是的 是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也很認同阿威所說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他那個功夫的手法 就是可以用急進來形容他 但是你說急進究竟是好事 還是不好事呢 你如果正面的看 當然就是馬主很喜歡他那種手法 很快就有交到表現 也都可能會有很多場頭馬交出來 可能對這些馬的成長來講 如果是不好那方面看 可能吹谷得太厲害 有機會就有些受傷 或者是健康上的問題出現 也都過往是有不少這樣的事發生局 所以有些朋友聽回來 他們的意見都可能會覺得 他們對於大摩這套手法 都是五五波的這樣看 也是 因馬而易 始終都 每一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何況馬呢 大家都是血肉之軌 最可惜的當然是介龍軌 大家都知道 好像是很中心的 很好用馬 但博到很勁壯 導致他陣上爆了解 沒有辦法 但我相信如果讓他再決定 不知道會不會後悔跑過場 我不知道他怎樣想 但作為我們馬迷來說 我自己都會偏向覺得他不應該跑過場 我想很多人都不同 對 有時經常都想 如果他不跑過場 會不會就沒事 但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是沒有如果的 對 他始終都跑過 透過剛才阿威說的這個例子 其實他剛剛 我們錄影前前兩天 他也有一隻馬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是不應該跑的 對 就是常感恩 跑那一場精英盃 沒有幾場 精英盃 千四那場 對 旁人 我自己的角度看 就會有一些為跑而跑的味道 當然他最後出來的成績 都是不好的 阿威你又怎樣看 你覺得是否都不應該跑過場 我自己當然覺得不應該 其實常感恩是一隻 今季拼搏了很多的馬 還有一隻很好的馬 只要你好好的 今季優養得好 下季絕對可以大放異彩 他是一早已經證明過他有能力 甚至乎 他是比中芯勇士更好的馬 嗯 是啊 所以 但是還是那句 不跑也跑了 不跑也跑了 也是這樣 沒有如果 而且他跑完這場之後 也不會再有賽程 剛才也說到 大摩今季最後一季 其實之後下一季 他很多馬 馬都會 即是他會回澳洲 那他旗下 即現在香港的馬都將會轉走 其實 帶不走 轉走帶不走 記住 沒錯 之前想帶走中心用事 都是帶不走的 是的 剛才說到 其實他現在的部分馬都已經開始 已經陸續轉走 那我們錄影當日 大概還有四十多隻 如無意外都不停會繼續轉倉 是的 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大摩一手馬 留給夏家 說會怎樣處理 因為剛才有說過大摩的功夫 就不是野小的 是的 你去的 就真的 大家 祝你暈了 真的要走 是的 但是都因為看到他 現在窗裡面都不少是大馬主 那些賣的 都是一個系列 所以他們可能一轉就有一大摩 這樣轉走 其實很好奇他們會轉比哪些 練馬師 其實都 我有幾個 氣師也有 阿芳也有 我比較 轉走馬那一堆 我暫時都未看 我反而關心 他會在澳洲 會不會引入什麼種 或者引入什麼級制賽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在香港 練馬生涯這麼久 其實他未曾試過在他家鄉 拿一級賽 阿 是呀 那會不會 那邊有些機會 甚至乎 東芯勇士真的遠征去澳洲 可能交給大摩 代為訓練 都不排除 但是 看看他到時候回去 或者會不會 反過來 到時候 有機會回去 發派武洲 帶馬回來 帶不走 帶回來 帶隊來 打香港馬 到時候真的好看 這個 練馬師其實轉期的事情還有很多 但是我們節目所限 我們暫時先講到這麼多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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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這裡衷心祝福這兩位人物 轉走去其他職位之後 都會有繼續好的人生事業 始終他們為了香港賽馬圈 都拼搏到不少 無論怎樣都好 人士怎樣都會去救營生 看看下季來新的人 又會怎樣可以幫到香港馬圈有些新的衝擊 那些我們就留下季頭先講 沒錯 我們今集時間都差不多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